吴大靖最后一步冲刺 最后一个弯道 吴大靖率先冲出弯道 冲过了终点 情绪高昂的播报声中 大陆在冬奥开幕 第二个晚上如愿夺下第一面金牌 而关键英雄吴大靖不负众望 最后一次交接棒交给了吴大靖 吴大靖仍然保持着领先 此时意大利队距离吴大靖 还有相当一段的距离 最后一圈 意大利队仍然上得非常的凶 比赛的胜负真的只在一瞬间 只有不到一秒钟的0.016秒 足以让意大利队隐恨 因为意大利在决战中 其实先声夺人 但在接棒后 曲春雨和范可欣一路反超 拼过加拿大之后 加拿大居然与匈牙力队相撞后 甩出赛道 金牌站脚逐渐成了大陆 与意大利队对决 最后吴大靖四年苦练 美梦成真 在压力释放后激动落泪 这个比赛 也是非常解气吧 作为大陆短道速滑的领军人物 这是吴大靖即2018年 平昌冬奥夺金后重返巅峰 他曾经在世界杯连续三战中 因墙炮碰撞腰伤等 隐恨无功而返 经历四年的调整 即磨练后 吴大靖终于再度战上巅峰 而在7号 他也将在男子1000公尺的短道速滑中 挑战本届奥运第三基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